廉署落案起訴戴耀廷等三人 在上屆立法會換屆選舉中 作出招致選舉開支的非法行為 升旗五在東區裁判法院認訊 控署說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時任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 與雞蛋同盟董事葉劍青、石搜證 並非候選人或任何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代理人 但透過雞蛋同盟 在明報和蘋果日報分開三天合共刊登六份廣告 招致選舉開支合共超過25萬3千元 而戴耀廷選舉前曾透過電台節目、記者會等 向選民介紹一項投票計劃 目標是透過招募選民 根據那個計劃提供的建議 投票給某些候選人 達至過半數當選議員來自某特定群組 廉署說早前接獲投訴 說有人涉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而展開調查 不是你那種亂投票 你算是真的沒法替 為甚麼 你真心你真心 我以為你